原本预定要在今年8月进行核废料干湿储存热测试阶段的石门和一场 距离原定的日期已经超过了两个月 目前还正在新北市的税土保持审核阶段 由于日前许多民间团体质疑干湿储存槽的安全性问题因此引发争议 对于干湿储存是否就此永远放在北海岸 环保联盟则指出日前台电针对核废料进行地方说明会 民众所反应的问题台电并没有给个明确的答案 因此在今年10月初民间与官方核废料的平台协商会议中 也决定在11月的6号与7号重启沟通 他说这不是最终处理中 这是中级的 中级的就是办公庄会和公庄会就可以 我说你们有办公庄会和公庄会没问题 来用我们反对前还是当委 你们要拿出来说我们反对你们也不用跟他们沟通 我们反对你们也要听话不懂 你们都没有了 你们等于说有办就是要一直建议 如果这样你办公庄会和算命会哪有意义 民间团体反映许多民众对于核一厂所用过的核废料 干式储存设施要进行热测试 仍然还有不少的疑虑 对于日前台电下乡进行地方说明会的过程 还蒙直说这只是加速完成核一干式储存进行的一个环节 对于地方的声音是否有听取 还蒙则是深度的怀疑 环保联盟指出台电一直声称干式储存槽放在北海岸只是中期计划 预计使用40年 不过对于未来要迁到哪里却不知道 让地方是害怕成为最终的储存地点 而对于要在这个月初重新启动地方的沟通平台 环保联盟则说希望民众能够为自己的家园表达意见 记者料品汉许端一 北海岸综合报道